不管他们护衍我的努力是你 让我相信我自己 憧憬以后 没有你在我背后 憧憬以后 才没有天真的理由 确定以后 不犹豫也无回头 不犹豫也无法 不犹豫 有吧 哇 今天比昨天好多人在守着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觉得下一句是要讲万事无业 感觉是一赛的 开啦 麦 开啦 Ox1 没有吗 有 哈喽 二零 我刚刚讲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青年快乐 所以我们已经正式踏入了这一个二零老大二的头 算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试验 真的 我们进入全新的世纪耶 我们已经跨世纪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以前觉得 跨世纪跨了很久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二零二零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 就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我看一下今天今天的这个二零二零年第一天呢 我的搭档就是 陈欣蕊小姐啦 之后呢 呃 在整个二零二零年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呢 你除了 之后会一直看到我啊 冠贤心仪之外 我们欣蕊 还有 舒婷呢 都会一直就是跟我们一起搭这个新闻线的 那我要讲一下 甲薇承赞新约今天美美的 哎呦 我要说一下 甲薇 你换了头像对不对 甲薇头像之前不是这个吗 嗯 不是 真的 每天在看他的头像 我都已经很熟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互相 互相的 在看对方的那个进展 也是 呃 听说小声 没有声音 怎样啊各位 不明 不明 没有声音 完全没有 你小声啊 我们应该调不来了 有点 有点 有人说 娃娃山 都要不露 都要不露 这个就是 我回来了 哦对啊 我们要进来了 等一下再聊吧 哦 还有点点 呃 还有多一个 嗯 可是 可是我们要看谁了吗 虽然明知原因 嗯 嗯 要回来了 嗯 没有人理了 可能开始了 我可以把 我会开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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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我是湘君 新年快乐 我是欣蕊 是啊 全新的一年2020年的第一天 第一个的新闻线呢 我的搭档是 全欣蕊 也很有意义的感觉啊 真的非常有意义 跟我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开年 真的 我们说今天20 花入2020年哦 小时候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就感觉 哦 应该是未来世界那种感觉 结果现在就到了 一眨眼 我们现在就已经 坐在这个2020年这边 坐在这个直播室这里跟你分享新闻 当然也谢谢你在全新的一年 依然是守着新闻线的啦 没错 新闻主线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主线 首先呢就有报道说 乌易财富增加 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已经改善了 哦 这个组织Garmis呢 就号召大约400人上街 呼吁要对付董总 情方说这个集会 其实是没有申请准证的 哦 远首呼吁国民应该要互相尊重 那敦马就说我们的红月呢 十年后就会实现了 好来看一下因为全新的一年嘛 领寿们呢都是有纷纷发表 这一个新年的献词的 先来看一下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 他就提醒所有的国人 应该要维护我国过去62年来的团结 以及和平 因为最近呢好像是看到很多有关于种族 还有宗教敏感的课题一直在浮现 陛下就说在过去62年当中 我们一直享有团结以及和谐 唯有呢在一个和平的环境 人民互相信任真诚 还有诚意友好以及互相尊重的情况下 才可以达至一个更美好的团结的 那陛下也认为呢这是团结 不同种族人民的唯一的一个秘诀 尤其呢是在我们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也就是马来西亚这一边 当然说到2020年呢 大家一定会想起这个 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个东西 那当然元旦来到的这个时候呢 比起2019年的胡勒交加首相敦马呢 他就希望我国在2020年呢 会获得更多的恩典 并且是更加的繁荣进步的 那多玛也说政府明白2019年期间呢 发生了一些事导致人民有一些不满 那他说呢政府是听到了这些声音 那之后就会继续的努力使得这个国家繁荣 坚决做一个可信赖的政府 而这个2020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为他在30年前就提出了娃娃三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马来西亚在今年呢 成为一个先进国 但是东马就说由于过去几年来就是 包括第五还有第六届的首相 他们领导的政府的这个领导方式呢 导致这一个娃娃三多不罗多不罗的愿景 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呢这个娃娃三我们必须要推迟10年了 东马表示呢政府的最新计划 就是在2030年的共享繁荣计划 这个目标就会定在10年后 让马来西亚实现那些原本在今年 就是2020年应该要达成的一个宏愿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新的目标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学校会出现 娃三多不罗多不罗 然后所以现在小学应该就会出现2030 对你勾起了我很多之前的一些集体回忆 就是我们学校的壁画 就是会有这个2020年 然后你刚才有说到什么 小学你画画比赛的时候很多主题也会是娃娃三多不罗多不罗 还有嘎人案之前也是会有娃娃三多不罗多不罗 就你想象中的这个宏愿那个时代会是怎么样的 结果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年代 当然除了说这个娃娃三多不罗多不罗 因为一些情况之下 现在要展延多10年嘛 那有一些政府的计划呢也是会展延的 财政部长林冠英就说呢 部分原定2019年执行的政府发展计划 因为相关部门的放款太迟了 就被迫延后到就是今年2020年才会开始执行 林冠英是在雪州行动党大会致辞的时候就说 其实财政部呢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放款给各个部门 但是呢有一些部门呢是要等到就是五月啊 或六月期间才会把这笔钱下放给旗下的机构 所以说呢有一些的政策就会拖到今年才会实行 不过说到今天当然全新的一年开始呢 还是有一些好消息的 就包括说林冠英透露政府在不久之后 稍来有关大道收费的好消息 今天的最开始启动的好消息就是在 槟城第二大桥那边第一级车辆 也就是我们的私家车的那个过路费啊 已经从原本的八令吉五十仙下调到七令吉了 那林冠英就透露到说 他在短期之内还会宣布另外一则有关于大道收费的消息 那很多人就会在想说 诶是关于什么样的消息 是不是收购这件事情呢 因为林冠英在12月30号的时候就透露啊 有关政府收购大道的这个事情上面呢 他们会在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上去定夺 那这项收购案是包括了国库控股收购南北大道 也就是plus 还有呢就是从今物大感木大公司那边 收购其他的四就是雪龙区的四条大道 当然希望说这对于所有的大道的使用者会是一个好消息了 当然原定今天2020年1月1号要开始 原本呢就有这个机制是要进行的就是燃油补贴机制PSP 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政府是离时喊停了嘛 那林冠英今天呢就要求马华表明立场 到底是支不支持这个燃油补贴机制的呢 林冠英就说政府就是展颜了这个机制之后啊 就迎来了马华的批评就指政府失信于民 那林冠英就说当初政府宣布要进行这项惠民计划的时候 马华批评现在展颜了他们也批评 还表示呢西蒙执政之后已经把燃油价格从美工生二令吉二十仙 调降到二令吉八仙是获得了人民的欢迎 所以他就希望说马华出来表明一下 哎你们到底是支持吗 这个计划这样子 那看到了马华丹荣比爱区的国会议员黄日生 他就表明说贸销布之前宣布的这个 软油补贴机制原本就存在问题 根本是没有办法降低这个收入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负担的 那对于一些受贿者来说是杯水车薪 他是发表文告指出西蒙政府单单在研究 软油补贴机制上面呢就花了2500万令吉 最后才推出一个让外界都摇头的软油补贴机制 就预计说800万人其实可以在这一个机制下面受贿嘛 也就是政府现有的生活援助金BSH的受贿者 但是黄日生他就披露说B40群体其实只有300万人 所以那800万人里面是占了300万人 其余的500万人受贿者是来自其他群体 不是B40的 而现在这个黄日生又说这800万人所有的这些受贿者 其实是二度被牺牲了 因为呢这一个政策政府是二度有转的 OK那我们这看到了这个政府的课题方面 接下来看到有关于关车的这个部分呢 西方政府早前就宣布呢将会购买32辆的这个丰田 Welfire以及3000辆的Honda Accord作为关车 那对此呢财政部长林贵就说 内阁将会在商讨之后才做出决定 那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是财政部的权利 但是呢也是必须要经过那个讨论之后 才做最终的决定 那根据媒体报道呢 政府之前就把这个关车的特许经营权 交给一家叫做Spanko私人有限公司去管理 但是呢这家公司长达25年的合约 去年已经结束了 所以政府现在就决定要重新招标 而目前呢是已经接获了7家公司的招标 包括了这个纳沙集团啦成功集团 森大美多元重工业 也还有这个原本的这家公司Spanko 他这次也是回来有招标的 那看到昨天的时候啊 国内贸销部长赛夫丁就针对购买官车 这件事情有说到 内阁是已经讨论了好 就是一些讨论好整个方案 那就以便为政府可以节省开销了 而财政部呢就会去决定 购买官车的这个合约 在另一边乡呢 我们看到了前首相纳吉 他这个时候就是趁机出来 就有业余一下人民公正党的副主席拉斐斯 就说拉斐斯你污蔑了前朝政府 购买豪华轿车作为官车 那现在呢又传出西蒙政府要更换 这一个丰田Walfire作为官车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他就觉得为什么拉斐斯你就是禁忌服作声呢 可是人家都已经退出政坛了 对啊 人家都已经退出政坛 你就放过他呗 OK今天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曾经两度喊停电照摩托服务 这家Dagol Ride呢 是在今天重新投入市场了 看到青年级体育部长赛莎迪就说呢 这家公司是放眼为中下收入 就是B40群体的青年 制造5000个就业机会 那Dagol Ride呢 现在就已经是获得了政府的营运准证 成为了全把第一家 获得摩托电照服务准证的公司 他们就会率先在这个巴生谷一带 先启动这个摩托载客的服务 那为什么说他是两度喊停呢 因为之前呢 在2016年的时候 这家由纳比尔创办的公司呢 他投入服务 那2017年的时候就喊停了 当时呢是5000多名的注册司机 而当时被禁的原因就是安全的因素 一直到去年8月呢 重新投入运作 就第二次的这个Dagol Ride呢 他运作了6个小时 又喊停了 所以这次呢 就是再次回来投入运作 那塞沙迪他是赞扬Dagol Ride 为青少年制造了5000个工作机会 又让这些人可以得到 介于1500到3000令吉的收入 其实讲到这一个Dagol Ride的计划呢 交通部长陆兆福早前是有说到 电照摩托的业者 必须要跟这个电照车是一样的 必须要遵守同样的条规 那根据了解呢 其中一项条规就是要求骑士 都必须拥有合格的驾驶执照 当然呢 他们的年龄不可以小过18岁的 当然有这样子的条规是好事啦 因为毕竟保障一下大家的那个安全 消费者们也是希望说 我可以安全的使用这些服务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现在就是要问大家 关于这个电照摩托Dagol Ride 正式的登陆大马 那它会成为你的其中一个选择吗 我们给出了两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会尝试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会 你的感觉是 我们先观望一下 那你可以点选Wow 今天是有提出两个选项 欢迎你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那一边去投选 那在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有一些根记呢 因为这一个找一课题 今天看到有一群 就是大马伊斯兰学生联盟GAMIS呢 他们就好找了一群人 然后是走上街头 算是维护这个找疑问 而且呢 就是要要求执法单位 对付董总的 没错 还有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应该是2020年的 第一场补选了 就是金玛丽的这场补选 这个礼拜六就会进行提名 而巫统呢 今天已经宣布他们的人选了 好 更多关于这些新闻的详情呢 下一段回来告诉你 988新闻线 今天穿那么红啊 对 我们今天是特地搞好了 旺旺 我们要过一个旺旺年 我们要穿红色系的 他还嫌我的这个衣服不够红呢 真的 你今天是橘 这一个是叫铁锈红好不好 可是我们的人数就要进入 所谓的广告期的时候就暴涨了 缺到300多个 是不是因为大家就希望 心水可以唱歌呢 什么东西 为什么是我 有人叫我唱新年歌 我们新年歌怎么唱了 等一下我是时候要开始练习了 因为我们要开始跑拖了 有新年来到 几箱话 几箱话应该比较 记得 你突然间cue我 我会脑袋一片空白的 几箱话一直一句说来 祝福你 不好的回忆都留在过去 美好的未来要一起努力 愿微笑起愿双手合十 愿起新包新的单线 脸脸脸 恭喜你 你你你 而且我们当时是在这里拍的 这个FV 反正你们就是欢迎去到我们 988.com.my那边去了解一下 购买详情 没错 谢谢大家支持哦 我们先说有一个 对有一个资讯要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昨天我报了这则新闻之后 我今天看到他 我就是迫不及待跟他分享 你有没有试过你在 social media 就是可能你在跟朋友说 像就跟你讲 那只口红好好看哦 然后过后你点开你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都好 你就会发现 那只口红的广告出现了 有没有试过 那一次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是聊到一首歌 对 然后去到YouTube 它pop up出来 就是那种recommend的 它就会出现那首歌 然后我们就在想 我们是不是被监听 结果今天清蕴跟我说 确实有可能是被监听的 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我昨天报道的新闻 就说到香港的科技的专家 就出来说 当然他这当中 可能也存在着巧合 但是呢 其实也很大部分是因为 我们真的被监听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download app啊 或者是你的手机 进入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进入某些网站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user guideline 问你 你是不是已经 你是不是同意我 这样做这样做 通常我都是会 agree agree 大部分的用户的做法呢 都会是不去看啦 反正我就agree就好 将长耶 通常都要scroll很多面 才会看完这样子 那其实里头的条款呢 可能包含了 你允许它监听你 或者是打开你的摄像头 或者是使用你的照片 它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 所以呢 这个专家就提醒大家 真的 虽然它很长 但是要把它看完 或者是呢 你可以看看一下 可不可以怎么样去 限制这个app 或者是这个业者 他们的这个使用的权限 不然 你真的是 一直处于被监听的 那个环境当中 有点可怕哦 我觉得我要不要先 去算一下那个 现在吗 我担心 等一下会不会没有时间算 那我算吧 你等一下可以 一边去做 真的一边算 你可以聊夏天啊 好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 关注这个 privacy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哈 因为等一下你看我们 剩下时间是这些啊 二姐的算 嗯嗯嗯 OK啊 那我先算吧 来的几把 来的几把 一二三千 这一段不长 那去跟大家聊天呗 我先算 差不多要回来啰 帝西丁嗨 家卫说安哥 安哥 你们要怎样 encore 然后没有 等整个视频完了之后 你们再点开 再拉去刚才我们唱的地方 就可以encore了 你这样聪明的 你还对不对 新的一年新希望啊 我的头脑 细胞长出来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九八八新闻现在 新年依然是 为你紧追时事不断线的 你好我是祥君 Happy New Year 你好我是Cindia欣睿 讲了一大串之后 忘记介绍自己 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 今天还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呢 说到这个找一课题啊 真的是纷纷扰扰啊 虚虚扰扰 好久好久一段时间 来到今天元旦呢 依然是没有放过 今天的新闻版面的 还是有他的消息 因为看到了大马 伊斯兰学生联盟Gamis呢 就在2020年的第一天 就是今天举办了 捍卫找怡文的 这一个集会 这个游行这样子 要把董总列为非正 就是非法的一个组织 然后要求执法单位 对付董总的 其实警方呢 早前已经宣布 这场集会呢 是不合法的 但是Gamis 一人是号召了大约400多人 走上街头 而参与游行的这些男性呢 戴上了马来传统的 担扎帽 而女性呢 就戴着面纱 她们在今天下午2点半 开始呢 就聚集在这个 Masijame那边一带 然后呢 就步行到的Sogo 根据媒体的观察呢 现场是有大约30名的警员 在现场维持秩序的 那世卫者当中呢 不少人就拿着 捍卫找一文啊 或者是查进董总的 字眼的横幅 也有人拿着 不要挑战马来人 为了伊斯兰标语的这些纸卡 那原定在下午4点半 结束的集会呢 是在下午3点35分左右 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呃 就是这些呃 现场的参与者 也在短时间内就撤离现场 那看到金马景是主任 罚民他昨天就说到啊 其实警方是没有接到有关 Garmis集会通知书的 所以这个是违反和平集会的一个 就是啊 一个活动 那而且这一场的游行呢 其实也必须获得 这个DBKL的批准 那现在看到 看起来呢 DBKL那边好像也是没有发出准证了 无论如何说到Garmis 这一个组织呢 你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早前曾经发表过 只要董总继续存在的话 就有可能重演513事件 这个他们就是这个组织了 只不过后来因为是行动党那边 是有人说要报警嘛 这个Garmis这一个组织又声称说 啊我们会提到513呢 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已 是一个标题而已 就是希望做一个标题党这样子咯 其实他的这个内文呢 是没有提到513的 那其实说到对于这个Garmis 今天的集会呢 董总是表明尊重对方的集会权利 但是就促进警方呢 监视还有对付现场 可能出现的恐吓言论的 那董总的秘书长黄在心呢 今天就发文告表示 希望警方不要为了一视同仁 而一错再错 继续禁止董总的华团大会之后呢 又再禁止伊斯兰学生联盟Garmis的集会 不过他也提醒警方呢 不能再度背弃维护法治的职责 有鉴于这个Garmis呢 之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重挑 就是这个513事件 然后散播族群暴力的恐吓 因此呢他认为警方应该要密切关注 这个集会上是不是有出现类似的言论呢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就是视若无睹了 OK我们来换个焦点呢 说到这个2020年的第一场补选 即将是要来到了 因为巫统在 就是这个星期六 对 1月4号 就是提名 金玛丽国会议席的补选提名了 那巫统在今天呢 也是有宣布说 会委派前皇家湾州的这个州议员 摩哈默阿拉敏去出战 这个金玛丽国会议席的补选的 巫统沙巴州的联委会主席邦莫达 他就说到啊 阿拉敏其实是巫统的一个首选的人选 因为对方呢 很熟悉金玛丽国会议席这个选区的选民 而这也是沙巴州巫统第一次自己去临选候选人来参选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邦莫达他在宣布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啊 好像非常的感慨 他就说出了 他希望这场补选能够重振沙巴巫统的声威 结果呢 说着说着 他就不禁悲从中来一度哽咽 我看到那个照片是在那边 就是真的是讲不出话的那种 他当时哽咽的 这真的是实在说不下去 而且还放下的麦克风 抬起手来就是擦擦的脸 然后旁边的领袖呢 还为他递上这个T恤这样子 可能他就是说到说整个想要重振整个巫统啊 想到就是情绪激动 对那说到这个金马力区的国会议席补选呢 提名日就是这个星期六1月4号 投票日是在1月18号 整个竞选期是14天的 OK我们今天看到了另外一个报告啊 在2020年第一天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是来自世界不平均实验室 发布的这个报告的名字叫做 马来西亚收入差距及种族鸿沟 这个报告就显示呢 尽管华裔的收入在过去13年是负成长 但是我国收入最高的1%的那群人呢 依然是华裔为主 而这个研究也显示 从2002年到2014年期间呢 我国收入顶端1% 超富有土著的收入增幅最高 就是增加了8.3% 印翼呢就是3.4% 华裔没有增加反而是跌了 就下降了大约0.6% 那1%就是那些超级大富豪 不过想象不到他们会有多有钱 但所以就是说华人还是占大多数 但是呢看到乌裔印翼都是追上来 这个报告就分析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收入悬殊 在这段期间其实是已经减少了 主要就是因为很顶端的华裔 乌裔收入占比减少了 那其实相比起来呢 在顶端还有低层的这个乌裔收入 其实是讲说整体来讲 乌裔同胞们的收入是提高的 所以两者就是这边减那边加的情况下 差距就这样子减少下来了 OK 我们现在要问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今天在2020年1月1号 正式上路的电照车 电照摩托 对 电照摩托 就正式登陆大马了 那他会成为你的其中一个选择吗 来 公布成绩 今天呢是有80%的朋友觉得 要先观望一下 还是就是比较保险一点的朋友 因为比较安应该是新的东西嘛 所以要先看一下别人 大家先观察一下 就20%的朋友呢就是很坚定觉得说 我会尝试的 看到林一信他就说 都还不知道情况 当然先观望啦 不过早几年是 其实是有在马来西亚过的啦 对 还是两次了 OK 那看到了李瑞欣 他直接就是点第三个选项 就是我们没有提供 他直接讲不会耶 那他呢他就说 必须要先了解跟分析才可以定夺 因为毕竟你现在看到的详情 好像也还不多 只是说了 他会在哪一些地区有cover 然后大概是多少钱这样子 反而看到苏林外 他就觉得说 马来西亚跟泰国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They go right 其实是在泰国还蛮普遍的嘛 他就觉得说 本地感觉是摩托抢匪 很多 防不胜防这样子 然后嘉威就说 自己有摩托了 所以不需要尝试 然后有一些朋友也是说 他自己 就是马来西亚人拥有摩托的 那个比例也蛮多的 所以这些人觉得就说 好像不需要 Tony Law就说 他在泰国已经尝试过了 因为当时真的非常的堵车 所以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还算是蛮乐观的 那伊信也是觉得 还不知道情况啦 所以还是观望一下 明森就觉得说 会不会有共用安全帽这件事情呢 他觉得这个是不卫生的 OK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详情 不过大概应该会共用吧 就是面对大家的提问 我觉得有关当局 也应该会一一的出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 你想看下如果你是一个乘客 你没有理由就是戴着自己的头盔 去逛街的时候拿着 对 然后就上去嘛 对 然后就上去嘛 这个也是值得就是大家来为我们理清一下的 无论如何 今天还是要再一次祝你2021年新年快乐 我是湘君 我是欣锐 我们明天继续聊马上送上这首歌 我们不一样 好 你看这个儿子 什么多年的准备 我看这个儿子 太好了